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是打这张图的 也让大家看了一下这张图确实不会是四星赛道之名 有一定的难点 而且它需要非常多的飞檐走壁 对 而且在这张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选手们还是会有一定的这种出弯失误的 是 然后其实我在今天比赛里面看到的 他们的ECU的释放方式和我在一些视频里 包括自己平时练的时候的ECU释放方式也不一样 当然用的车也不一样 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大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答案 这张图先搬掉也没什么问题 这样的话双方的网图选择以及搬图环节 就已经全部过完了 感觉上RMGM是在官人回归之际 想直接延续官人之前的老风格 打南图 就是在南图上面多下一定的功夫 对 你别忘了之前官人在的时候 RMGM呢 急速攻稿 美洲大峡谷可都是步班的 甚至有的时候经常要给官人选出来去打架 是 这个说白了啊 官人的回归开局就是想要来点刺激的 对 但是到底是刺激到对面还是自己也是有点小刺激 咱们还是得看一看 对的 首先是首图 大家的赛车使用还是一样的 嗯 都拿泳夜 对 这也是最为适配的 也不会让对手打出赛车反制啊 主要也是啥呢 这车吧 除了这张图以外也就是西湖了 嗯 所以说使用的面不是那么广 大家也就随便拿 那还是想看一下什么时候或者说solo里边会不会有其他的不一样的答案 来 开局 开局 这是救援同款皮肤啊一般人 是的 哎 这车就拉过来WCW分 但其实在夜明沙都开局上面就是会出现这样的对抗 重寒是有这样的想法去抢路线 但是面对到曾经的老将选手啊 没有站到起步上的优势 而且在那个台上的弹射也没有出 对 现在的话是RMGM的一波双灵跑 这边游海路线稍微有点歪 救梦有一个后推的机会 哎呀 这个甩尾过来之后没有弹出来 官人应该是也甩脱了 从第一名到第三名了 这边淡前是在通过咏夜的被动 把淡气补满之后 看这里的路面跟车顶过来 救梦还好没有被连带到 出来也是比较快的 这里一直有释放 官人其实在后边是有一些卡位的机会的 嗯 但就看能不能够做成功 看这边再去切内弯 来了 弹射没弹出来 对 重直接积极反超 不止延续还能坐上 没有问题 目前四米是有的时间差 一官人在跳秒的边缘 所以 这里顶着弹 还是顶在了重的车尾 自己没弹出来 开淡气之后再继续弹射 看得出来其实每一波对抗的想法都是很好的 但是时机把握的并分的完美 所以现在分数上是吃了些亏 第二圈 这里获得一个弹射了 哎 余海这边还弹 四名手都弹出来了 侧身过来调整一下 看最后的这个ECU 官人跟的时间是多少 1.00秒 这样的话 手图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个分数 是的 第一局 第一名沙多 上一周明星选来的时候 其实最让大家尽尽乐道的一个点 就是赛车 而它的难度确实 其实不会像上一周的金融化运那么高 对 让大家有失误 大家会说在手图甚至可以直接拿出战药双生 是的 但战药双生的话 其实今天也看到了 后边还有着像WDGM那种选出 新墨游乐园的 对 所以说这辆车呢 小喷赛车还是有一定的 可以使用的可能性 其实拿出战药双生 也就意味着这个小喷车 你如果真的要打的话 就那么两张图 你一旦就是说打出来了 这个战药双生绝对会出来的 而且是这样的 小喷赛车其实现在你要打 就相当于这一局要一直打 你得接连不断的把小喷赛车 一张又一张的给套出来 然后才能看出 最后你多剩下的是哪一张小喷车 或者说你剩下哪一张小喷图 手图的话20分10平 这个1.00秒啊 其实对于官人来说 那个弹射真的很伤 他主要是每次在找中 或者在找救梦去做对抗 本来开局 官人领跑得好好的 这个弹得太早了 这里也没出 你看想要用车针去贴一下 没成功 1.00秒的时间 下一手是RMGM的老街工地了 老街工地完全考验你的这个路线 刚才我们在本周的科学兽环节 跟大家看到了小喷的第一视角 也就是和狼队的那场2V 对 在面对着狼队机甲的这个开局上面 阎君确实小喷的路线选得很好 当然在后面也是选择了比较稳妥的路线啊 没有那么的极限 还有这个刷新记录 对 还有提升的空间 对 来老街工地 而且手图换车了之后 这阎君应该是自由使用了 哦哦哦 阎君是给到了救梦和官人 对 云海使用到的是追光者 而令云娟重点同样是追光 用宠的话也不一样啊 其实你看只有官人拿到了神宠 而其他算计之后 都拿出了是雀眼女王 说明官人这张图很自信 对起步这件事情上 他是有自信的我感觉 开局起步 开局侧身 泽祥林开局直接出发 那么的话 虽然说起步没有救梦快 但还是能抢出来 而且这段路要看 官人和云海两个人 云海是放慢了脚步的 没有给到官人这种路线上的压力啊 有明显的点刹车 那就是前面两个阎君 在中段的一个路线对抗了 虽然说这么长时间没搭 但看出来配合还在 这两个弯出的都很慢很慢 要看官人后续和救梦 两个人之间 先看救梦 弹过来从 弹过来 是的 多撞了一下 但是车身稍微影响了一下 一关人 再次拉开0.7的差距 过来从车身 ECO 操作险阶上 确实 可以再快一些 进入到第二圈 开始做细节了 这边 慢慢拉近 对0.4了 而后边的话 重也是相较云海 有换掉的时间 直接在下面这个游弯 出弯的时候 卡落 这出弯 这出弯 就拖了 没能稳住 进入到第二圈的后半段 而且这个时间 在一秒以上 要跳了 再蹭一下 后边云海也上来 但云海也受到了影响 但是好在这个氮气没有丢掉 对 连续的对抗 云海还在调整 已经很难 但这边中 直接把云海给顶到墙上了 是啊 这里的这个出弯 最伤的一点就是这样 而官人已经完成了冲线 最后的时间 1分37秒 这边 云海 跳了1秒 2.99秒 中这种就属于运气好 刚好卡在了这个时间节点上 对 官人第一局就属于运气不好 这 这就是0.01秒的差距啊 但你看给官人一辆严均 其实在这张图上就起到了作用 是起到了作用 但 其实我觉得 对 没有领跑冲出去啊 首先是自己的王图 我们先看他们 选择王图这边的表现 但确实在第一圈的时候 没有特别多的这个反超机会 是 反倒是进入到第二圈 在开局上面做出的一些细节 出弯确实要比 旧梦更快 在上一次请酒的王图自选 是旧梦码头 这个官人带的是瑞泽祥林嘛 虽然说在起步的时候 就直接触发了特性 但是还是 毕竟没有缺女王那么直接 对 所以说让旧梦这边先出去了 然后紧接着自己在 后追了大半圈之后 还是抓住10级4级反超 其实也得说旧梦这张图前期 或者前大半圈的一个稳定性 做的确实是不错的 对的 但是在撞墙 然后拉扯头的那个点上 很多人也都容易出现失误 而今天我觉得 请酒是换了一个路子 这两局打完RGM是领先了一分 对 因为在这两次RGM面对到对手 选出的旧梦码头 自身的表现都不好 旧梦码头 对 而今天请酒没有选出旧梦码头 当做自己的王图 而是选择了林峰镇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旧梦码头的话 感觉还是不错的 因为其实旧梦码头有这样的一个点 就是对RGM来说 他们上一周的发挥 其实不是特别好 对 两次都不好 对 会有队伍选张图去打他们 但确实今天没有选 这里仲刚好上来了 把它顶到 来了 林峰镇 看一下大家的用车 如果说在这张图上求快的话 那就是冰破 有一辆冰破 哈迪斯以及两辆天行者 是的 两辆天行者是由RGM这边开到的 而场上唯一冰破在旧梦手中 这次用到的皮肤也是我们 新的 艳湖 是的 就在我们这次活动当中 就可以领取到 每次速度的话应该是 加小分动力0.6 看一下这次的起步 哈迪斯的冰破在左右两侧 一甩过来 对 云海这边是没出 再开淡气 天行者并没有占到太多的优势 而在这里重视一个CW的单喷 对 直接被云海直线上反超了 对 观人跟旧梦两个人的时间差 也还在找 快要一秒了 被一弹出来 这两个指法上的衔接有很大的问题啊 感觉观人这两个弯道自己不是特别好 RGM这张图确实看起来是有一点点生疏了 对 现在被轻举的双领跑拉开的时间都很大 是的 这边再弹射 后面直接就能原地反超 这边交了ECU之后再开淡气 是 平海也慢慢上来了 但这个距离啊 大家都没上ECU 现在的话 第一跟第二名之间还差这一秒 而且前面领跑是冰破 又一个CW 这边出弯它拖沓了 它出弯有点慢 最后就梦是完成了冲线 冲线时间一分十三秒三二 2.09秒和2.44 那这局的话比分有了变化 这好像是目前场上分差最大的一局吧 分数倒转了 刚才RGM是领先一分 对吧 现在的话 这一局比赛就反超了两分 反超了两分之后 现在有一分的优势 第一局大平 第二局一分第三局两分 现在有量冰破的优势啊 建议就直接选出云游天府了 但是云游天府被绊了 所以说这首冰破拿的真的是有想法的 所以对于琴九的这个王图 它是有设计的 但那可是冰破呀 冰破其实能打的图太多了 随便打呀 接下来打个正压什么的随便啊 对吧 现在你愁冰破没图打 那是不可能的 看下分数了19分 17分 果然 这一局琴九通过自己的王图 赢下了两分的优势 是的 这就是琴九在王图上面的一个设计 小设计啊 这张图 一般队伍不会主动去打的 这张图其实主要还是在于用车上面 对 会有一些想法上的差异 你埋下伏笔的话 那真的很大胆 云海这边直接撞到了 后面这个出弯 重视直接顶开了云海 而且其实RGM一直有着一个风格 就是当今这个版本最主流的赛道 他们可能练的比任何一支俱乐部都多 或者说练的比任何一支俱乐部都好都熟 他们得分力会非常稳 但如果真是版本冷门赛道 他们可能真的会有一些生疏 或者说新途 他们打的时间就是要比其他的都晚 当其他队伍已经打了好几次了之后 你才会发现他们把新途拿出来了 就是在前面一旦选出这样的赛道 就像旧梦码头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首周 RGM两次的表现都不是特别好 失误太多了 但只不过今天还没上嘛 所以说不知道调整两天之后是什么样子 加装图选到的是新天鹅宝 那这样的话还是要打同车 分雷升位啊 这也是RGM曾经的王图之一 对的 在有优势赛车的情况下呢 没着急 嗯 就是也 他这么一想的话 如果真是打加赛 加赛其实意味着你会全拿机甲 几乎全拿机甲 对所以就是说嘛 在开局有的人会选择科隆 开局 被夹了一下 夹了之后没喷 我们紧接着到下一个弯道 诶 一关人怎么突然间左撞右撞的又掉到第四 对 这一下 云海是来到了领跑 但旧梦和一关人 这里落空下来之后 现在的话云海甩了后面三个人全都地表于上啊 一关人有1卡2的机会 是的而这段路要看中间的人的出弯速度了 好 这里延续飞越过来 看2点2点3票 1点1超2 明显做的更极限一些啊 是然后再甩过来 小蹭一下但没有问题 这第二名的位置现在是能够稍微稳一下的 再甩 哎呀这里就没有甩出来 大家弹射的完成度其实都不是很高 是的 ECU开过来之后 有跟一关人有一点小的碰撞 在孔车 TWW拉过来 这个弯道两个人都快出淡气延续 云海已经拉开中2.6秒的时间差了 老王图确实熟悉 是的 左下角也没有出现太大的失误 但是在这支比赛分数差将会慢慢拉开 后边就跟观众两个人前的视频标语上 这一个打同车是真的让 琴九连着就是两个人都落后两秒的情况下 分数将会拉开 这局应该是4分吧 这种图你不会在平时觉得它很难 对吧你如果说联赛上去出一分的赛道的话 你一定想不到是这种 这种图通常来讲上场的时候是在solo里边 当其中一方已经拿到了大分叉 另一方为了打同车才选择赛道 对 而且这张图你说它真正选出来 它的难点无疑就是两个 一个是弹射 就是在中段的弹射 一个就是在后面的二连段公飘 对于选手们来说只要这两个点不出现失误的情况下 跟车还是能够跟住的 这两个点一旦失误了 那分数就会拉开 是 弹射的手感如果不好的话 其实在这张图上还是蛮致命的 刚才比赛已经能看出来 一个弹射没出 距离直接被甩开了 然后以及你二连段公飘 细节做的到底好不好 你看官人刚才一超二 20 16 4分的差距 对 分数再一次颠倒 75 7 2 目前的分数在三分 还有三张图 大家去看看远海这个得分 两个十一 一七一八 所以说也就非常能够理解 为什么他的稳定性是差的 是在他自己的五盲星里边 第一的那一个 所以在老街工地和林峰镇 一张自己的王图和对手的王图上面 分数差会有一定的起伏 对的 主要也确实对抗比较多 比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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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一个右的段位 对 在这个上坡路段就感觉像西上去 所以那段路不好调整 比较强 比较强 在这边的尽量 比较强 也不一定的 比较强 一张 对 比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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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选一些简单图过渡 过渡到比如说后边加赛 或者说等到二人战出失误了之后 然后去把自己的分数稳固一下 因为你说像难图的话 每周给绊掉了 对 神出千古神照的话 相对来说一张新图 可能也是担心会有一些 对吧 新的这种研究 好 选择到的是极星焕育 上的也是新图 但是上一周的官方指定赛道 选择到的车的话 严均搭配银河之光 刚才两位在老街 没有拿严均的 云海和重 把严均拿了出来 看一下啊 我们今天在赛前预测的时候 已经看到很多上一周 跳过水的选手 这个跳的有点多啊 今天还有没有 其实我总有一种感觉 今天还有 来看一下起步 就看是谁 测试云海直接走了 看来起步旧梦是没喷了 这个距离 银河之光找路线吧 慢慢跟住 旧梦卡了一个观众的内弯 直接行出了反超 两个严均的差距 也是在一秒上下浮动 对 开弹去 但是前面那个弯 这次是云海 应该是撞到了 对 他应该是大拖了一下 对 让的话中之间和反超 一个飞 就点 紧接着就在这里 小海一下把 金鹏反反到第二 对 这里跳过来 看前边顺侧上 你觉得总目标 飞跃 远海掉下去了 这次是云海 掉下去之后 现在的时间差来到了3.4秒 请就双领跑 这张极性幻育 最后的落水 主角 竟是云海 还撞了一个动标 飞跃过来没有问题 那这样的话 重领跑完成赛 3.71秒 这局是满分 不对 这局是旧梦第三 1.29秒 观人跟了个十分 观人应该是在后边的 二连动公票的时候 反超了旧梦 是的 旧梦没能稳住 不过这张图倒是选得非常好 跑出效果来了 预感成真了 这张图确实会有一定的风险性 女海刚才那个点 是撞到了下面 其实通常来讲 开心军的选手都会往下撞 因为对自己的速度判断 是觉得足够的 然后所以下的时机 相对来说早一点 如果没想到 差了一点点没有上去 而因为这样没上来 所以说董福贵回来之后 变成了三秒以上的差距 是的 这一场紧军唤运 感觉两支队伍在这个选途 都会有彼此的针对 选途选车都还比较接近 11 19 这就是20和17 那比分打平了 好像是的 刚才是3分啊 92平 哇 这一下子有意思了 原来 原来在11之后又是7 那我们大板预测一下 下一局是不是8 我觉得 怎么说也得是一个11啊 把这个分场子给找回来 如果继续这样子 感觉有危险啊 侧身第二下没喷 感觉好像 他这个得分很有规律 这是前面拖了之后 然后这里飞跃的时候 被追上了 啊 这边断的有点慢啊 速度丢的太多了 够了 对 导致他这里上不去 这个弹射最近云海 这个成功率有点低了 没有说像 之前的稳定率那么高 确实会有一些小的失误啊 也很正常嘛 其实大家都会在某一段时间 对自己的操作 突然之间 就出现了不可言说的一种失误 你可能也知道他问题在那 但是你就是短时间内难以改正 小玉出现过 宁卿出现过 云南海游也很正常 对 大家都会在一些失误点上面 会去思考自己 在这个阶段自己该怎么去调整 由于出现的时间比较早了 具体什么时候我也没忘了 但我记得宁卿应该就是在 这个亚洲杯期间 亚洲杯前半段 当时我们对他的这个轻杀 然后在比赛决赛的时候 和风仔的弹射 也是弹不出来 就在终点线前面也会疯狂地去找这种弹射的手感 对你说他们已经是玩了这个联赛最顶尖的那种实力 但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阵子 选到了是极速航天城 RMGM再拿这张图机赢反打 用车的话也全部都是创世世神搭配暗虚模组 对 暗虚模组是常见的了 创世世神的话 关忍跟重两个人去抢个领跑 一定要注意在那个点端公票的卡位啊 掉下去可就上不来了 是的 在上一次 A级和RD级的比赛 直接将他 阿康将越 越上给卡下去 赶起步 侧身被挤到 重 在前面三个人抵着甩 全都有点歪 是的 这一下让重又跟上了 对 本来 来到了第三 本来是起步最慢的一个 结果前边 可以说是旧梦一卡二了 是 卡完之后自己有点受影响 哎呦 大家在这段路线上面的这个操作 都有一定的变形啊 对 只有云海这局 现在来说稳一些 万公票落地下来之后的弹射 看一下旧梦的路线 时间差在一秒以上 而关心是2.3秒 连续飞过来 这就没有对抗了 对 都拉得有点大 而后边重跟官人又是拉开了距离啊 来他俩是拉近了的 应该是有对抗 这边开了又一次后 要出一路线 云海延续下来没有失误 而后面左下角官人也顺利过来了 在这一段路 只剩上之下完成通线 呃 前九的选择是 但不对 这是RNGM的选择 对啊 本来我想说情久选择是对的 对于一关人这种老将 可能回归赛场新图 会有一些生疏 当仔细一想不对RNGM选的 但是这张图打出来的效果呢 并不算特别好 只有云海一个人出来了 而官人的话在后面似乎和重两个人打得比较凶 不说他们两个人有个对抗 但起码绝对一官人的个人失误是有的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两个人其实差距的还是有0.5秒上下的 这就不好解释了 说实话 就只能说在台下练得再多 但不如在场上发挥一次 那这一次就正好没有发挥的特别稳定 不过这已经是第六张图了 这张图包括下张图会决定比赛的走向 对啊 要这个分数拉不开 但还是那句话 没到第七张图 你永远不知道会不会加赛 对 这个东西 在这个赛季我们虽然打了一周 确实是这样 你第七局突然间的一个雾山风银 有的时候都会拉开 哦 十八十七这样的话 RMGM是小赢一分 赢一张选逐权 这对于勤九来说要抓住这个机会 看看怎么选 我觉得勤九以稳为主 选三星逐就好了 现在是很有机会跟RMGM打作加赛的 对的 但是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打加赛只能打五星以上 这对于勤九 现阶段的实力来说 到底能不能够 这里官员速度不够 就直接起跳 然后呢 这边入弯也是个人的失误 最后这 暂气开过来 六秒完成中线 几乎都是控车和路线的问题 那个飘飞其实我们在第一周的时候也见到过 速度不够 所以说导致落地点太早 还需要再去进行刹车调整 对 第七局 勤九落后了一分 这一分拥有一个选途权 决定他们能不能够进入到加赛 同样这一个选途也将会让我们看到勤九在这种关键局上面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张图勤九 就打一个自己最想打的机甲 因为 即使打了加赛 还剩三张赛道 对吧 七八九三张 而现在的机甲三辆全在 你如果说你在常规七局之内 你不打的话 你到后边加赛阶段 你一定是多出来的 你用不完 所以还不如在你减了多后一分的情况下 你拿一个自己练得最好的机甲图 各位机甲图 看看能不能够直接把这个分数给反超 比较大的情况 可以的 我觉得这样的选择也是最为正确 且是现阶段联赛新赛之下 大家的一个更多的唯一选择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选择这样的搭配会合理一些 像上一周我们看到 其实有在第四局比赛 直接拿出科隆大教堂 然后顺带就拿出孙悟空的 把区列未来和原集之心留在了加赛去用 OK的 如果说你在前期局结束了 那就结束了 没有结束的话 那后面就是拼的机甲 相对来讲的话 序列未来和原集之心 它们的使用范围更广一些 来看一下选择的是黄河万里分流 那要上原集 对 序列未来 三辆序列未来 RMGM这边还留了一辆 一关人使用到的是星黄 那就是个人选择风格问题了 是 如果说这样 没有一下把RMGM给打掉的话 来到后面的加赛阶段 RMGM手握一辆序列未来 想一下有什么图可以打 因为只能打五星以上吗 这个莫高库 对 那就是莫高库了 莫高库的话 其他人拿原集 但是莫高库也不成本 但序列确实是快 对 增大 看一下起步 云海弹设胜强了 对 这样的话 落地下来才能接一个CWW 预官人也是 突然之间中在这里 调到第四 有投票 这里找路线千万不要卡在一起 有一点卡位 那个弯没法绕 后面这个出弯 旧梦也略显比较慢 直接断步飘 这跑法差异 旧梦 在这张图上面 本来有领跑的优势 因为云海第一个弹射下来 之后没有喷的 是这里 车身稍微顶了一下 延续过来 云海的延续就感觉稍微有点慢 再往左转 落地下来之后 旧梦直接撞墙 再往左侧飞 但云海的路线非常好 这一段 弹直接上墙了 特地点上 直接上墙了 这边左侧走到底 旧梦是选的走着右侧 带掉的时间差 而且现在仲能够跟住 出完又上墙 这个距离 加赛还有机会吗 旧梦涉先冲线 而后边的话 关人6秒 拿7分17和21 刚好 4分的现在同分3分了 门槛 应该是卡了一个加赛的边 我真是卡了边 这张图就本身 在中段云海的路线是更好的 但刚说完落地点上墙了 然后底下官人 因为本身他拿的不是机甲 这张图上就会稍微慢一些 这一下没想到啊 这个星皇 还好是 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是卡在了一个边缘 领先了一分的刚才 我觉得这种星皇拿的 RMGM说就保守了 他们觉得 琴九不会拿双机甲 直接跟他们打 来看分数吧 21和17 没错 确实 来到加赛阶段 现在是由琴九领先3分 而对于RMGM来说 手握两辆赛车优势 一辆是冰破 一辆是序列未来 这一下其实给RMGM难题 就有点多了 你说难题多呢 其实我觉得也还好 因为毕竟场上 唯一序列未来 这个优势还是挺大的 这个失误确实会有一点 小离谱啊 哎呦没飞上去 感觉不是很熟 这个图真的不是很熟 这边硬拐也是有点大 三分 现在是琴九领先了三分 没想到进入到加赛的 让RMGM来选图 但其实想一下也能够 这个场面不让人觉得 是完全意外的 就是因为我赛前 说的那样一句话 RMGM现在看起来 就像是暴风雨当中 非常飘摇的一夜偏周 他们每一场二维 其实让你打的 都觉得惊心动魄 没有以前的那种 一稳到底的感觉 11分拿到底 对 但现在确实会 面临着一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 在常规赛的这几周 一定要得到改善 是的 这个才是常规赛的第二种 对于RMGM而言 现在还是很稳的 以前的选手或者说观众朋友们 对于RMGM的RV就是几乎啊 只要不是打那种特别强的 跟他们实力差不多队伍 那就不用看 就是这一分是百分之百的 对 那现在呢 确实大家看得出来 就通过一辆机甲的优势 直接能够在决胜局 拿到四分的胜利 所以说没有哪个俱乐部 是能够在2比1里边 尤其7张图之内 稳稳的拿下 稳稳收获胜利的 都是有着一定的意外性可言的 是啊 但现在的问题真的是 给到了RMGM 哎 打什么 第8局比赛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分如果搬不回来 其实来到最后一局比赛 可能就很难了 五星及五星以上 对于这个选途 也会有一定的限制 对 来看第8张图选择的是 急速空港 搬一搬 科尼赛格 这个想法很大胆啊 科尼赛格封 那这样搭配的话 就是先把你的科尼赛格全打掉 然后如果这张图打完 还落后 最后一张图就是莫高枯了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有可能会拿原机 对 原机是可以拿的 或者每周 每周半也打不了 所以你看今天请酒的这个班图 做的是真好啊 真的有想法 看下吧 因为我觉得这张图 其实重也不是那么的怕 但确实成绩 相对来讲只能说稳 不能够快 两左两右 而且是同队友 就被恐怖装下 鱼海被告下来了 这里的话侧身下来 再接弹射 这个时间三秒以外 但现在一贯人是在前面领跑的 而且第二个加速带应该也蹭不到 时间还在被拉开 这里被撞下去之后 请酒 0.5和1.4的时间差 这得看中期稳定性 以及云海在后边 因为他的加速是有一些快的 所以说自己能不能够控住这个后备加上的车 同时对义官人来讲 时隔三百余天 再回到赛场 直接就要打这么难的赛道 这张图也曾经是他的一张记录王图 这里没有踩到新加赛 而旧梦这个时间差 他选择了最稳定的跑法 虽然说很慢 但是很稳 能稳就稳 对 但对他来讲的话就是跟分 因为手里边有 这个ECU开得太好了 对 义官人 这个ECU还挡到了旧梦的完美路线 但后边云海始终分叉在三秒以外 是的 也能看得出来 其实旧梦和仲 两个人也很稳定 这个11分对于RNG来说 真的太重要了 这是必须要拿的 这边路线再往回拉脱身 没问题 1.2和1.7 坐下来延续 这样的话 个人是能够顺利冲键 而后边 看一下这局的分差不是多少 2.64 18 和这局感觉分数又要持平啊 如果持平的话 下一张图怎么选 因为这局确实空中 对抗谁都想不到 苏格兰场 没有别的选择了 苏格兰场开去这局也可以 是可以的 对 但是按照我们之前所看到的 黄压 但如果真的为了搏一搏的话 只能拿机甲 真的就只有唯一的选择 就是机甲 苏格兰场 而对勤九来说 接下来图其实只需要稳住 他们就有可能在常规赛阶段 拿到RGM2V的一分 是的 我不得不说勤九今天的这个班图 做得太好了 就每一部的设计 感觉都已经是郑重下怀 能展开讲一下吗 就首先就是 余游天府 每周 这两张图一半 自己的王图又是林峰镇 拿了一手冰魄 且不说这个RGM的完成度怎么样 但是自己确实拿到了分数 紧接着呢就是 进入到加赛阶段 其实每周 如果说在 真正进入到加赛之后 那这张图是可以在考虑范围之内的 且你孙悟空在场 我觉得对于选手们而言 肯定已经练过很多遍了 但是在赛场上面 我们还没有见到这样的 真正大胆的选择 那我大致上能理解你的意思了 其实你要说的 也并不完全是班图班的好 而整体的选图 班图用车这一套的战术布置 做的是比较不错的 对的 关键在于现在 正好是勤九的领先 所以这个班图就 更加的出彩了 19对18 这样的话是搬回了一分 RMGM现在还落后两分 还有一局 就你又觉得好像有希望 但同时又觉得 请九其实现在来讲 整体打得都不错 先来看一下刚才的真50个 今天场上是这样的 四个人没有一个是稳定 能拿11的点 要这边飞跃 正正好好就撞上了 刚好就梦出完之后 还卡到了中的路线 对 两个人这接二连三的碰撞 也是这一段 队友之间的一些影响 所以导致了RMGM能够收获一点分数 是的 不然的话 以前边我们看到 有分差的那段时间 是RMGM一定要输一些分的 还是选择 莫高窟 莫高窟 那就是三元级 一序列 对 场上唯一序列未来是一关人的 四肢甲想要直接拉开两分 其实还是有一点小难度 这就看选手自己的一个使用情况 这也是双方比赛的最后一局 目前分差落后两分的RMGM 选出了莫高窟 这个莫高窟 三辆原机之星和一辆序列未来 来看一下本局比赛的起步 三局起步对抗一下 这边就梦 本身就被对抗了 然后几边又上下墙 明海在这边也是 没有找准特别好的路线 但现在重落地下来之后 反倒也掉到第三 RMGM的这个双领跑 他飘飞下来之后 落地有点拖 所以说现在从第一名到第三名了 然后一关人领跑 海在后面保护航 不是太好 落地下来直接原地上墙 就梦这一点 突然间拉开了非常远的分数 他落地下来直接上墙 速度太快了 他控制车 这边重这边再贴一下 这局情就看起来有点疯 就直接梦了呀 RMGM的这个双领跑 如果说就这样稳着 来到进入第二圈 同样原地之星进入到第二圈之后 这个后追的速度 对于情绪来说 我觉得有一定的难度 难道莫高窟 来一军海这边没飘 难道莫高窟 对于RMGM来说 要再一次上演奇迹吗 这边一次又直接看起来 控一下车 找准路线没有问题 前面一关人也是跑得非常稳 4秒了 对于旧猫来说 再来看一下左下角 他在这第二圈手的一个选择 与判断 落地下来之后 这次点标上了 没错 但是时间差依然很大呀 一关人这边已经开始传射了 无泪啊 这一军通过了一手莫高窟 打出了翻盘 两分的差距 在最后RMGM改写了比分 可以提前恭喜RMGM 这个分数最后重视 6秒7分 6分7加6 13分 全场最大分差 在最后一局莫高窟 真哭了 这一手选择 RMGM做得也非常好 我以为可能会选出的是苏格兰场 但没想到通过一张 莫高窟拿到了这个序列未来 同时我觉得也可以通过这一场2V 欢迎观人的回归 这场比赛 无论是空港也好 还是莫高窟也好 在加赛的情况下 在使用到优势赛车的情况下 在分数 团队分数不利的情况下 他顶住了压力 是的 他为团队拿到了更多的分数 在关键局上面的大新杠 还得是RMGM这些老将 对于新人选手而言 确实面对着这样的难途 莫高窟的挑战 完全这个就是跑法上面 有非常大的差距 是的 没能够将这个两分的优势 给他拓展开来 很可惜 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RMGM自身而言 可能会觉得不完美 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 首先就是官人 是时隔三百余天的回归 第一次上场 而且适应了我们的新赛制 整体发挥也非常不错 同时真得说 请久的两位年轻小伙子 在这场比赛里边打出的表现 真的是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 是的 你看这个林峰镇 11 8 这就拿到19分 虽然说领先的分数 没有那么的夸张 不管是重也好 还是久梦也好 在这场比赛里边 都能够完成冲线 拿到属于自己的11分 同时 基本上除了莫高窟以外 整体的分数也都保持在 89或者10这样的一个 稳定分数上 是的 这对于他们来讲 其实已经够了 这边的这个弹势 还是有一定问题 久梦这里 你看 直接开了淡机之后 落地就没有办法再调整了 操作衔接出现了问题 是的 最后